大家来看一下,总共今天第六次 第五次大概上了什么呢?总共大概几个地方 比较重要的,像日期 什么叫日期?在ESEL里面,它怎么样的记录,怎么呈现 那里面格式怎么设定 另外的话呢,因为一个日期里面包含的资料 至少会有三个,年月日,其实还有礼拜几 周几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 这几个资料分别把它取出来的话 那如何做切割 那切割的方法会至少两种方法 一个你可以把它文字来看待 一个你把它当日期看待 取出来的结果可能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格式,如果你用TES函数 取出来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记得还要加一个value 把它转成数字 那如果你用year,month,day,week,day的话 那相对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不过有时候还要试情况 决定用哪一种方式 对你来说会比较简单 另外的话 计算年跟月其实比较麻烦 日还蛮简单的 所以你可以用daydiv来计算年跟月 甚至我们可以计算一个人的精确的生日 是几岁几个月又几天 主要是利用daydiv 那目前的话,如果你不用daydiv的话 似乎没有比较好的解 是代替的一些方案 因为你如果要用其他的函数的话 那非常复杂 你可能要写很长的公式 才有办法把这个解出来 所以这部分的话 另外的话,e-day函数 那e-day函数特别注意 主要是针对月份 比如说我一个日期几个月之后 到底是哪一天 那你可以用e-day函数 OK,其他的话 再来就是做出一个年曆 那另外的话 我们就设定格式化 除了说有可以用内建的功能之外 你可以用VBA 最后的话 我们是只要输入第一天 就可以把全年度的日期全部做完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利用 就是前面的第一步 就是先填入每个月的第一天 再填入每个月底下的其他天数 那当然一定要避开 那个不同月份的底下资料 然后再把那个格式 礼拜六、礼拜天呢 把它填上那个不同的颜色 那最后的话呢 就这样 OK,所以会有很多个步骤 那我最后上个礼拜有讲过了 就是利用那个call的方法 当然你就一个一个先写 先写的嘛 先写每个月的第一天 然后再写每个月下面的其他天 然后再格式化 OK,全部把它凑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产生类似这样这样 2020好了 OK,我现在2021好了 OK,按个确定 那资料放进去 自动全部完成 OK 不过 当然上个礼拜的同学 比较会有问题 应该是这个 每个月的第一天 因为我们之前主要是4回圈 4I等于第二列到第三十二列 那如果4回圈 特别注意 它只能够针对是数字 那如果说像这边 它是4A到L的话 哇,那就麻烦了 如果是文字 那就不行 所以你如果我说它是个文字 但是你又要达到那个效果的话 比如说这个地方 比较麻烦是 E对后面 这个储存格要放A 下一个储存格 下一个储存格要放B 下一个储存格放C 有没有 类似像这样规则 那其实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整个公式都一样 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要动态地塞一个文字在这上面 那怎么做 其实上个礼拜就是讲的那个部分 OK,所以 当然难度是比较偏高一些 不过你让它体会 你会发现 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里面基本上就是先给它一个文字 然后再用MID去取哪个位置 OK,大概是这样的道理 不过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 如果你想要再更上一层楼的话 那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 OK 另外的话 底下这个每个月的底下的天数 那更复杂 你会发现这个跟下一个 这个跟下一个 差别就是在列 你会发现在哪一个 在这个 这个数字不同 所以你如果单一栏 A栏变化是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再把它变到B栏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就要变B了 OK,所以 像下一个变 这一栏是A 这一栏是B 这一栏是C的话 那就更困难了 所以这个难度比较高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兴趣 一样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 每个月的第一天 写法是 每个月第一天 Sub 其实就是一个字串 用密的去一个一个去帮我抓出来 放在这个位置而已 每个月的其他日期 那也是一样 主要是什么 ABCD 这个更长了 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这么长一串 那我必须怎么样 去变更那里面的那个什么 I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难度更高 但不是一次做完 有没有 I的部分 那J的部分在这里 J的部分在这个地方 I是把它串出来 OK 那这个难度已经算是非常的高了 没有兴趣回去可以试试看 我发现这个地方大家很有兴趣 但如果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快速的一次完成 OK 这部分的话 有兴趣回去可以再了解一下 那最后的话 我有讲到 有一个地方 就是 因为最后同学有提到 这个年龄还蛮好用的 可是问题底下没有空白储存格 那你就没办法填资料了 有没有 像这个底下都没有 所以如果我今天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能够快速的 在每个这个列的下方 先插入一个什么 空白列 有没有 这个就一列 那这一列下方 每一个下方 再让它插入一列 有没有 然后再插入一列 让它底下 通通都可以有一个空白的地方 可以让我去输入资料 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用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它这边好像颜色会 格式会往下 所以呢 不过如果你用VBA 我用这个VBA 这个 这一边好了 这边把它格式化 你会不会用VBA就不会 VBA好处就是 如果你把它按右键插入的话 这个也会延伸 那这个可能要把它清掉 不过我们如果今天有个需求 就是说我希望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帮我把这个地方快速插入空白列 有没有类似像这样 每个下方自动帮我插入一个空白储存格 那当然如果我突然又改变心意了 我希望再把这个储存格快速删除掉的话 其实这一列删除掉的话 那这边又有一个叫删除空白列 把它删掉了 OK 这要怎么做 OK 所以这个其实主要是针对那个列的部分 OK 所以你们可能要多学一个物件 那个物件叫 然后之前我们图成个Sales 如果列的话 它叫做Raw 而且有很多列的话叫Raws 那哪一列的话 比如说第32列的话 那就32 如果你要插入一列的话 后面给一个方法 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你就是给什么 给Delete Delete 如果你要插入一列的话 那就Insert OK 所以后面点了 你就把它改Insert 这样就可以了 只是说你要告诉他说哪一列 有点像按右键 在哪一列按右键插入的意思 可是呢 我们现在假如说 我们要一次性的全部都帮我插入列的话 那怎么做 那一次性的把它删除的话 该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稍微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重点回顾一下 待会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做插入空白列 那是这样一下子全部OK 删除空白列 不过这边也是一样 因为按按钮变形 对不对 按又恢复了 主要还记得吧 这个地方 按Ctrl键把这些全部 怎么样 按点一下 然后呢 把它的格式 那个什么呢 摘要资讯里面 大小位置 不随处则而改变 这样就可以 插入 有没有 删除 OK 又恢复 好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也许再开起来 我们把那个插入空白列 可以把它做完 那这个部分呢 大概就先结束 那个日期时间 那待会就做那个数学相关 好